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然可以是劳工 实习学生是劳工 应受劳机把保障 应受劳机把保障 就是我们在一千万小时里面 是完全没有任何薪资的给付 我们以前实习也没有薪资 你说一学习 只班急诊 他两天没睡觉 抱怨吗 要有老健保 要有自在保险这些东西之外 就是应该要只有老子中方 去建立一个血伤的机制 他们最主要的 高医大附设的中和医院 去年的盈余就高达4.2亿元 大学里面被要求强制实习 强制实习是一个 要工作一整年 一学年一整年 然后没有任何的薪资 没有任何津贴 而且他们不能够上课 还得要缴全额的学费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多重剥削的状况 在我们看来实习也许是一个 学习劳动技能一个良好的机会 但是在目前的实际运作下面 他却常常因为缺乏所谓 劳动保障相关的法令都落实 导致说他们反而变成了 容易被剥削 然后他们可能是 轮为是廉价 甚至是无薪的劳工 那常运来讲 这同时也影响到 对于这个脂肪来讲 他有一群广大可以剥削的劳工呢 他们就会更进步的去减少 他们要去雇用一般正式劳动的可能 口肠卫生师呢 他其实是一个 从预防保健层面来介入牙科 去针对病人进行一些知识的建立 然后去强化他们态度的积极性 以及他们行为养成的培养 然后在国外的话 可能可以甚至进行到一些医疗行为的处置 那我们高一本的副院本身 他是不聘请助理的 所有的杂物 就是由我们跟实习医师 去分担这些请物 就是我们实习总共十个月 然后我们仔细计算过 每天早上我们必须到医院 然后八点半以前需要到医院 五点半之后才可以离开 那这段时间我们到礼拜六也是需要上班 也是说医院的工作时间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医院的时间 那我们总共计算起来 所有的实习生一整年下来 需要实习一千八百个小时 那一千八百小时 就是我们这一千八百小时里面 是完全没有任何薪资的寄付 然后导致说 假设我们今天班上有家境比较不好的同学 他们今天住在外面需要付房租 或者是说他们家没有办法负担 他其他生活上的费用的话 他需要再做其他的工作 因为像我们班就有的同学 他已经为了就是早上要实习 然后晚上还要工作这件事情 让自己的肝指数过高 然后疾病都出了状况 然后也有同学就是 他早上八个小时工作的内容 跟他晚上他也是去牙医科诊所 做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实习的内容 跟他晚上去打工的内容 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可是晚上的工作内容确实有薪水 白天确实没有任何薪资给付他的 小港医院的盈余有1.33亿元 大同医院也有1.09亿元 高一大自己本身一年也有5.45亿的盈余 我想他们绝对是有能力来负担 实习生完整甚至同工同手 等同于他劳务肌肤价值的薪资 其实薪资目前来讲 所有的大学医院 就是训练机构里面 就实习单位 都没什么在给 只有4年次以下的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前来严格的要求说 你实习单位 对待我的学生 一定要给薪资 什么劳工法 什么什么这个法 只是说他的环境不是在上课 可是他在学习的内容上 他要从事一些劳劳务 对问题是这样 他如果是纯学习 只在旁边看 那其实我想见过的真意 今天的问题是 他们已经被当成 其实替代性的人力了 是要在学习的状况下进行工作 但是就口味系的状况而言 我们目前在职场 就是我们在工作环境 是没有任何一个指导教师的状况 就是我们有一个主负责的老师 但是这个主负责老师 他不可能教导每一位学生 而且这位主负责老师 他并没有在我们实习的站别出现过 也就是说我们这10个月去的地方 他可能只有出现过一个月 而且他不一定每天都有上班 所以平常的状况 我们等于是被放生的状态 柜台需要有专门接待病例的人 然后专门跟病人做就是术后卫教 或是帮他做清洁动作的人员 或者是在医院在医生进行手术动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旁边帮忙医生进行传递器械 或是相关动作的这些人员 其实在一般的牙科医疗院所 都是有聘请相当的牙科助理 然后按照最低工资来计算的 可是我像我们班总共30个同学 这样10个月让下来 就是他们等于是省了30个人力的资费 像我们当我们提到说 我们需要有最低工资的时候 他们就说因为你们是学生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按照 劳动基准的方式来帮你们计算 可是当我们说 那我们是学生 我们需要按照学生放假的方法 去比照办理的时候呢 我们年假是只有放到初三 所以我们之后就是要回去上班 那如果要再放更长的假期的话 我们老师就是说 那你就要用你自己 就是之后需要再去补这个整数 也就是说你是这个工作时数 还是要补回来的 包括像我们的马政府 这个马英九两年间就喊过 他希望全数的 既专院校的学生 毕业前都有实习经验 我们认为 他如果没有同时 落实劳动法令保障 反而是制造大量的 被剥削的这个廉价 或者是无薪的劳工 目前高中职业有很多的 所谓的建教合作 他们目前已经有所谓的 高级中学建教合作 十四级建教权益保障法 保障法 它里面至少保障建教生 要有基本工资 劳健保 我想很明确 对于这些大学同学而言 他们工作能力 显然应该会是更成熟的 他们人数甚至也是比建教生更多的 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做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完全没有应该要有的劳动保障 但是在申诉总是认为说 这个是课程的规划里面 那其实是劳动权益的问题 劳动权益其实我刚刚就讲的 其实我们实习单位 像医疗的实习 不太可能只有一个单位 我派学生到台大去 我是尊重你 我请你训练我的学生 因为你有这个环境 你有这个资源 你有这个师资 我的学生需要这样子的环境训练 龙总我们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本院我们也是沟通过 原则上我们是尊重 对单位这样 我们希望不要只是尊重 尊重就会做到的意思吗 没有啦 他尊重是说不能多多要求 我知道传统是这样 我们希望校方更站在学生这边 保障他的劳动权益 向实习单位进行谈判他的工作条件 医学生 护理学生都是一样 那我们不仅受到的是雇主的剥削 我们也同时受到学校的诅咒为念 以及劳动部门 政府部门的不负责任 你将来的职场可能是这个 对不对 好 我答应给你简单的比方 我们训练军人 有没有什么合理 没有 我要你 但军校时候就会给津贴 但他们现在没有津贴 对啊 问题是这样 一个是你的训练跟要求 因为你出去打仗 我们不反对训练要求 对 我们也支持课程 有工作已经都没关系 但我说那个工作就要有劳动权益 你不能说因为是课程 就爱怎么样做就可以怎么做吗 没有啦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你来学习 你来上这个课 本来就是应该要做的 校方要保障学生 对啊 不能说校方跟医院站在一起 我们没有讲在一起 我们是跟医院有协调过 但是医院他有他的立场 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 跟他做谈判啊 我们教育单位 学生要有我们的立场 好 这是你回事啊 如果学生在实习这段 到了那个实习单位 做的跟一般实习单位 其他劳工一样的事情 并且甚至提供第三人 就是客户 例如医疗产业的 这个病人 消费者 医疗消费者 提供相同的服务 被纳入生产组织 各国都公认 那这样就是劳工 例如教学者在跟诊 那么学生在实习 只是在旁边听 组织医师的诊疗 他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诊疗 或其他附带的协助行为 就病人的角度 不会认为 他在提供医疗服务 有很明显的认知 40年前 各国就把 医护相关产业的实习 完全纳入劳动法适用 所以在欧洲叫做AIP 叫做实习阶段的 医护人员 一般我们简称为AIP AIP完全适用劳动法 别的国家已经40年了 我们到今天 还在找这个问题 这第三点